记者彭建里苗栗报道,苗栗现51岁刘姓男子,6日晚间开车外出钓鱼,却在行驶途中,遇上树木倒塌,树干从前挡风玻璃插入,定开左后车门穿出,驾驶座上的刘南胸部也遭树干瞬间猛力撞击,不幸因胸腔严重内出血,伤重死亡。 警方调查,刘姓男子住在三亿乡,家中开设西服社,但在工厂上班,喜欢钓鱼,6日晚间,刘南独自开驻自家小货车,前往里鱼潭水库钓鱼,鱼当晚9点多,车辆行经灼篮镇苗52线7.5公里旁之线产业道路,地鱼潭水库八头处,遇上路旁一颗高约10公尺的树木倒塌。 这颗树木从刘南驾驶的小货车前挡风玻璃插入,由前方驾驶座处延伸到后方乘客车时,再将小货车左后车门顶开后穿出抵住地面,也导致小货车右前轮离的,整辆小货车乘半腾空状态。 如同被窜起,警方根据事故现场研判,刘南应在开车行进时,遇上树木倒塌,刘南驾驶小货车善必不及,迎头撞上,驾驶座上的刘南,上半身受到树干的猛力撞击后,忍痛打电话给警,消极妻子求救,但无法精确说明所在位置。 警,消人员碎头过刘南手机发话讯号,以GPS定位,与刘七一同找到刘南。 刘南被发现时,站在驾驶座外,头趴在方向盘上,当下已是清楚,但向警消表示,胸部非常疼痛,呼吸困难。 经消防人员紧急送往台中市东市农民医院抢救,不幸于六日晚间十一点多,急救无效,宣告死亡。 剪警今天相验,刘南的胸部因树干撞击凹陷,两侧肋骨有多处骨折,造成肺挫伤和病气血胸致死。 家属对死因无意见,但对于刘南发生此不幸意外,难以接受,伤心不已。 警方表示,近日天候不稳,低于潭水库周边地区于四,五日有不小的雨池,可能因此造成山须土石松滑,进而发生树木倒塌情形,提醒用路人于连续大雨或雨后,行经山须道路,加强注意周边状况。